为你解决烦恼 实现梦想 齐齐俱乐部 冰箱 轻款轻轻 刚才雨滴 发现一只流浪猫咪 轻轻草地 都出了脚印 那是谁丢的挂屁 害羞害羞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任未来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加油大气 害羞害羞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吵着棉花糖 你替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还没完呢 唧哧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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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再唱歌 准备好了嗎 走spd 我们一起飞翔 我们很有魔力的蓝天花生彩虹 继续穿上新衣 谁有难题 宝贝来帮你 宝贝 挺帅的 宝贝 这鞋都带上 明天就要出发了 这是你第一次离开妈妈 出那么远的远门 妈 您多么一天也累了 我就是去大西北体验体验生活 看看那里的小朋友怎样学习怎样生活 我们学校全优的同学才有机会去 爷爷支持你 大西北条件艰苦才能练练人 想当年延安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 过雪山 过草地 地道战 地雷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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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什么问题 对了 我倒发现你们存在一个重大问题 浪费 你们太浪费水资源了 你们应该到祖国的西部去看看 在我支教的那个县 一年几乎下不了几场雨 偶尔的一场小雨 孩子们都跑出家门 拿着盆站在外面接雨水 再灌到水窖里存起来 家家用水 这些水都像用油一样 洗刷刷 停 还好 悬崖勒马亡羊补牢 你刚才想把这桃米水怎么着 我只是想倒了它 再淘一遍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 这些水就一去不复返了 告诉你 桃米剩下的水 这桃米水是可以洗碗的 洗碗碗还可以浇花 洗完衣服的水也可以脱地 等等 我拿个本子记一下 这桃米水是很有营养的 洗碗可以去油渍 再浇花依然是上等肥料 打扰你了 用冲水马桶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这样可以减少冲水量 原理您明白吧 看着水位 直到这里 您继续 您继续 没打扰您的兴致吧 我要干什么 干男这个年轻人 很有头脑 很懂科学 在厕所的水箱里搞起了发明创造 只是不知道那两颗砖头是从哪找来的 真是四两拨千斤 是呀 是呀 他告诉我很多节水高招 我天天温故知心 他的到来给我们俱乐部带来了一阵新风 我号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他还是天天盯着我 不许我玩水枪 快快 下雨了 大家都拿好锅 碗瓢盆 跟我来 到院子里接雨水去喽 好雨 知识节 小雨润如苏 这可不是小雨 要是西部缺水的地方也下这么一场大雨就好了 不禁小流 湖以至江海 大家加油 走 米花 米花 给我一桶洗衣服的水 你看看 这衣服只有领子袖口脏了一丁点 根本用不着洗 等衣服脏的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样子了再洗 你 那时候您就有水冲厕所了 您先别急 别急啊 米花啊 那厕所只能关闭一段时间了 中天呐 甘南 甘南 你出来 您看出来了 在用水的问题上除了节流还要开源 什么 那我的花 我在借助阳光提取植物蒸腾的水分 您看 这塑料袋上已经有小水珠了 您可真懂科学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节水总动员令 洛家即齐去俱乐部成员 存在十分严重的浪费水现象 说明节约用水的意识 在大家的头脑中还不是很根深蒂固 所以我提出以下改革措施 我已经不洗衣服了呀 接着听我说 改革措施一言而必之 就是每天每人定时定量供水 比如先从琪琪说起 早晨八点供应三百毫升水 然后是爷爷 琪琪 怎么了 世上真的没有后悔 早知道我就不刷牙了 早晨把定量的水用光了 这一天都没水喝了 别急 我正要出去洗衣服呢 回来我给你带饮料 洗衣服 干难盯着我 衣服没法洗 瞧这味 都跟仲天的臭脚一样了 我要送到干洗店去 爷爷 您又出去找水喝了 也不带我去 轻点 我现在是顶峰作案 谁霸占这厕所呀 开门 我要进去 哎呀 干难把水渣关了 厕所不能用了 我再去隔壁老孙头家上厕所 人家一定觉得我神经病 哥 都是你 把这么要命的家伙请来家里住 我严重缺水 皮肤都干燥了 怎么都怪我呢 让我想想 我这好多天没洗澡了呀 衣服不准洗 打扫卫生也没有水 天呐 我都看到满屋子灰尘飘来飘去的了 少说点吧 话说多了 嘴巴干 嘴巴干来没水喝 哎呀 请神如意送神男 仲天 你要好好想办法 大家稍安勿躁 干难就回来探亲一个月 这一转眼半个月 我们不都忍过来了吗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宝贝真是明智啊 关键时刻 他胜利大逃亡了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干难这样做呀 还不是挂念西部吗 他教的那些孩子生活那么苦 看着浪费的事他于心不忍呢 干难这就回去了 这一个月怎么过得这么快啊 是啊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你让我们受益匪浅 欢迎你下次再来 还有下次 这节水工作初见成效 我却不能监督到底 这一走怎么放心 想想就伤心 你们好像不怎么伤心 怎么能不伤心 没关系 我人走了 心依然留在这里 去去去 让我先洗澡 你不是嫌我臭的吗 让我先洗 你先把那堆脏衣服塞进洗衣机 我要好好喝上一大杯我的冷井 难道肝胆又回来了 我的宝贝终于回来了 苦日子你是没感想啊 你这脸怎么这么脏 我这一个月就洗了一次脸 刚到那里我不懂事 用了一大喷水 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们一家人一天的用水 我们都知道西部有多苦了 这次去体验生活 我真是太受震动了 那时我才想起来家里真是太幸福了 但是大家却不知道节约用水 比如妈妈淘米洗衣服 都让你轻轻的水白白流走了 我已经好久不淘米不洗衣服了 从今天开始我号召大家节约用水 具体措施我已经写在这张纸上了 我给大家念念啊 节水动员令 宝贝啊 宝贝啊你是干担唾梦来的吧 哦 糟了我没有绿色了 那你就用蓝色和黄色调出绿色就可以了 哦 真的调出来了 好棒 你好聪明啊 这是上美术课师老师教我们的 哈哈 你这点小聪明啊 嗯还是骗不过爸爸 嘿嘿嘿 不过这颜色变来变去真是有意思 嗯 我也觉得是 上课的时候我们班同学都很惊讶 我也听说过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湖南的一个村子里 有一个兄弟患有一种坏病 于是他们从六岁开始便以啤酒为样 一喝就是二十年 兄弟俩的这种病难倒了众多医生 多年来未诊断出一个准确的结果 啊 啤酒还能治病 他们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 他们从小就患有一种皮肤病 皮肤经常干燥 时间一长就变得又黑又硬 六岁时的一天 独自喝着闷酒的父亲见兄弟俩站在一旁 便让他们也喝一口 谁知不一会儿 兄弟俩发现自己身上的黑斑消退了 皮肤也变得柔和 此后又经过几次尝试 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对孕夫很管用 于是兄弟俩便有意识地喝点酒 以减轻病情 发现啤酒效果很理想 哇 他们的病口真奇怪 他们的药也很特别 不过总少喝酒可不好 我们就会有点准备的感觉 我们就会有点准备的感觉 我们就要帮助到一个地方 嗯 很多年前的了 现在也很好看啊 只是婚纱很厚 现在不同了 婚纱都很轻 也不是哦 这是我前几天看到的新闻 这件事情 发生在萤火的一个婚礼上 这件事是什么 新娘穿着婚纱 无法走进车门 四龙为了救牛二五之力 你上个车 新娘不是因为肥胖上不去车 而是因为穿了一件重达一百二十公斤的婚纱 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婚纱花费了六千英镑 三周才制作出来 包括绸缎 包括绸缎 五毛 缎带 和二十周成群都是 那么材料至少 还香了五万颗手 由于婚纱 由于婚纱很重 新娘花了九十分钟才穿上的 真是花钱买最受 一定很辛苦 而且还不好保存呢 这样一大件衣服 婚纱还是简单一点好 还是我们肥胖的校服好 装装大方 装装大方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开心笑一笑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帮你把烦恼摔掉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和梦想拥抱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感到生活美好 原来世界比想象精彩 原来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Lala Oh E Yo Lala Oh E Yo 明天是那样值得期待 Lala Oh E Yo Lala Oh E Yo 汲取大家庭 我们一起了开会